Hello 大家好 你看到這個畫面其實就不是轉彈的 我其實想按它一個精選角色的按鈕去看它的能力值 沒錯 這段影片就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系列值不值得抽 以及當中的角色的能力值去評解一下 那我就... 我的評論比較多會由結論開始講起 可能有些人不想聽我的廢話 那你直接聽我說值得抽 那就去抽吧 不值得抽就算了 就再衡量一下 結論就是這個系列是值得抽的 值得抽的 這三個五星角色都是比較強勁的 當中最大獎就是火魔火屬性的角色 其次就是木 再之後就是光 那就有三個的排序 但是就不代表木和光是沒有用的 木和光都是非常之好用 只不過是沒有火那麼好用 光呢 就沒有木和火那麼好用 就是這個意思 就不代表是廢的 就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三個都是屬於好用的批 尤其是火惡魔 就是這隻的阿薩謝爾 又是那些垃圾譯名 我都叫火惡魔、木惡魔和光惡魔 那些四星就不多說了 但是這個系列的出現就意味著 四星的角色也會一樣是增加兩隻的 對 就是 其實新的系列一出的時候 然後四星的數目也會多了 我相信中四星的紀律也多了 對 我不管那麼多 先說光屬性這隻 那這隻就是進化的光惡魔 其實老實說光惡魔是蠻漂亮的 對 無論這個是進化 這邊是神化 對 對 我覺得是蠻漂亮的 它的幅畫 對 但是我們看它的實用性 不要看畫 對 那進化我自己覺得沒用的 沒什麼用的 對 反傷阿人殺手 其實到這一刻來說 都... 好像沒有一個敵人 是需要你用到阿人殺手M 然後就反傷去攻略 對 對 那一時三分升不起來 可能就 對 那有這隻的話 多數選擇神化那一邊 對 那它的絕招 這個進化的絕招就是亂打 炮機型的超強導引彈白發 那這隻我這個 即是進化的評價我是比很低的 對 也挺廢話 挺沒用的 對 那 胡亂偶打的白回合 這個是值得一用的地方 因為它的殺手M 如果真的打一些阿人的敵人的話 那八回合開的號令是很... 也挺痛的 那 激飛那個是True Damage 那就... 嗯... 很用的 是很用的 對 如果加上阿人殺手的傷害 就一定是非常可觀 對 因為就算沒有殺手中弱點的情況 看看這個絕招 都至少有80萬的 對 沒有記錯 對 那就應該有這個傷害 對 加上殺手就一定是很恐怖的了 因為殺手M來的 那有成技就是可圈可點 因為它跑機型 對 你覺得他強勁的 那就OK 廢的 都是這樣 對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 超強盪運彈八發是順利一點 對 那 講過了 不是看進化 看神化這邊 神化就是反重和飛行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被動是 挺好用的 那 其實就 雖然說 打不動明王的角色 已經是 非常之多 對 那 但是 不可以反對這件事 就是這個角色 打不動明王是挺厲害的 對 可能就沒有火神力士 羅賓 未來日子會有的羅賓 再不是 就 甚至乎白牙 但是這個角色的用途 就是這個角色 打到 不動明王也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8回合的亂打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亂打 就貼在不動明王 比較近卡點的地方 然後 下一次他輪回你的時候 又可以 是 卡點 那其實他8回合這個亂打 是挺方便的 而且可以大傷害到 擊飛那個 是一個 true damage 那 所以 這個是 好用的角色來的 那 反重和飛行 其實就 對應到的 版 都不少 對 都不少 那 所以 其實很多的新系列都是這樣的 最厲害的那隻 很值得抽 但是 其實有時候會中 就是 同一個系列裡面有多兩隻 沒什麼用的五星 對 沒什麼用的五星 你中了就會哭三聲的了 那 但是 這個系列就不同了 就算 被譽為 這個系列裡面最 排名低的五星也好 都是非常之好用的 對 這三隻的評分 我是看game width 都不低的 但我們不是看game width 是看自己 那這隻角色 我覺得值得抽 你抽中了你都不會哭三聲的 都 挺好的 對 那 亂打包圈 就真的是最好用的地方 對 唯獨是他的友情技 就 可能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他怕過激營 所以就 沒有至於說 真的廢 對 但是超強到穩等白發 一向我都不是很喜歡的 一個友情技 對 那這隻 就評分 嗯 評分 就十分滿分 這隻也會 都會比7.5 甚至乎可以去到8 對 這個神化的 就是 光惡魔 其實他富有情技 我還沒說 他富有情技 是近身擴散 都很用的 光束性的近身擴散 就是炮擊型的西王武 富有情技 可以這麼說 OK的 對 就算 我相信超強導引彈 你真的做不到什麼傷害都好 他一個擴散彈 也有用的 對 OK 那可能打不動命王 那時候頭三回合的小怪 比較密的情況下 你放一隻光惡魔 在中間 你就可以一個擴散 都削到少少血 OK的 對 就是 算是這個系列裡面 沒有最強的那些 那麼好用 但是就 呃 這隻也是 抽中了 值得開心一下 OK 那 接下來就是 木惡魔 馬門 對 先說進化 這個進化 那 反重 獸族殺手 對了 獸族殺手 對了 我暫時這一刻 還是想不到 獸族的敵人有什麼 就是獸族M 殺手M 反重的 那這隻就是看他神化那邊 對 進化其實這邊就 沒什麼用過 我覺得 那他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第一隻 擁有這種絕招的角色 變成貫通 碰到的牆 就變成反射 意味著如果敵人是接近牆的地方的話 那你一開這個絕招 變成貫通 碰到牆的牆 再變成反射的時候 就可以卡到點了 那 但是被動上就只有一個反重 和獸族殺手M 那 呃 所以就 嘖 一定是選另一邊的神化 光雲的友情技 那就是這個 不動明王 對 那就放個屁啦 就這樣說 對 那 這隻的角色就 進化這邊沒有東西看的 沒有東西看的 就 九成的人都一定是選擇神化的 因為神化真的挺厲害的 那神化這邊 就 反重飛行 不需要聚能 的 絕招呢 一樣是會變貫通 然後就 碰到牆面反射 但是由 即是 進化的CD 8 變到現在的CD12 那CD12和CD8 我覺得它的影響都不是特別大 那 呃 等多圈 影響都不是很大 對了 那 其實它的運氣技能是Critical 都挺配合到它這個 呃 SS的 對了 即是你變了 反射 然後貫通它卡點 那 Hit數就自然會多 Hit數自然會多 那 相對地 引發關鍵傷害 即Critical的機會都多了 那 其實相對地這個 這個 是挺好的 對了 對應到地雷 對應到重力 其實就 打到很多版 對不對 那 反重打到無尊 呃 呃 還有 這隻是挺好用的 那 呃 它更加值得可取的地方 就是它是POWER一型 POWER一型 自然代表它速度低 攻擊力高 那 它對應到地雷 當然你第一時間 一定想到那個關卡 就是這個 武尊0 那 在羅賓未出之前 這個角色 就是打武尊0 是非常適正的 對了 那 呃 有性的光雲 那 就是 清起小怪也OK 對王也OK的 輸出的有性 是麻痺率 那個不需要留意 其實我覺得 那 那 它這個速度 和攻擊力 是完全達標 完全達標 打這個 武尊0 的 不是跟你說 我在日版的AC上試過 這隻打呢 是OK的 對了 是OK的 那當然就沒有羅賓那麼好用 而且 羅賓一出 所以我相信這隻的 存在意義就 立即下降的了 那 但是就 欸 你抽它回來 也有一定的利用價值 在這一刻 對了 還有它的絕招 真的挺有趣的 值得抽一抽回來玩 那 10分這邊我會至少給8分的 8.5分 8-8.5分 是值得一抽角色的 對了 那 這個是第二名好用的 在這個系列裏面 所以你看到其實 正常來說第二名好用 和第三名好用的五星角色呢 在其他系列來說 算是廢的了 對了 一時三刻 舉不到什麼例 對了 嗯 對了 那 多數一個系列裏面 只有一個大獎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追 這個火魔 但是就 不小心掉了 木角魔和光角魔 你一定 不會不開心 對了 是好用的角色來的 好 最後壓續好器了 就是這個火魔 那火魔我會建議是神法的 這三隻我建議全部神法的 那先說進化先 進化就 反雙 反板塊 痾 嘴 我真的想不到打到什麼關 對了 一時三刻就想不到他 可以打什麼關 但是我相信啦 如果反板塊的話 那打穴毒零是不錯的 對啦 有飛彈的有成紀啦 不好意思 有飛彈的有成紀啦 絕招就是 熱素炸彈 OK啦 那他打穴毒零就OK的 要求你對應反板塊就OK的啦 那就算沒有反板塊都可以 強行 嘖 對敵人做輸出 都OK 有反板塊就更好 所以火惑魔 這個東西是 嘖 神法這邊其實真的沒什麼用的 這一刻就 可能你真的不熟阿修羅那班的Block 那你就用了 但如果你真的不熟阿修羅那班的Block 你就不需要特意進化這個東西 我們有這個阿特蘭提斯 那隻也是能夠出保場 反版塊的角色 那你真的要用反版塊打阿修羅的時候 我就真的建議你抽過這隻 去到特意用他的進化 那這個絕招就可圈可點啦 其實就OK的 就配合一些多血素的友情技 最好就 那其實最簡單就是配一隻爆炸 然後引發自己的超強盾彈 就能夠做到高血素的效果 OK 那打這隻貫通 就比較難做到 不靠友情技的高血素 那所以進化這邊是不建議大家去到用的 他強在絕對是他的神法 神法強在什麼呢 就是他的反魔法陣和反傷 是非常之強力的 對啦非常之強力的 那這隻是專用用來打33層的霸者之塔的 那還要是超級適正 你有他一定可以好無腦的 對啦 速度高啦 這個不需要說速度型的 對啦 那反傷反魔法陣 你真的可以在場上超自由動動 對啦 你喜歡彈光就清到小架就可以 其實你平時打可能是MDT 對啦 龍馬那些 那你都要計算好些角度 是清到波波之餘 是變不到做雞的 那你真的有這隻火惡魔呢 沒事呀 周圍動都可以 12回合號令 神經病 12回合可以放到號令 那真的清起那些波波起上來 就非常方便 唯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 那個 硬波波你用這個號令技呢 萬一你那些號令的partner 就碰到那些硬波波的話 你就會讓他放Laser 放飛彈 那這個絕招就在那些情況下 要注意啦 我自己覺得就 對啦 那火惡魔是絕對值得抽的 那除了33層色症之外 很多反傷的版都OK的 那由於他貫通啦 那相信魔力之先就沒問題啦 小心地雷啦 那其次就可以數到 在魅雷的紙我們會出的這個香巴拉 香巴拉就在 即是 尾血和尾爾的行血 分別都有這個魔法陣去煩住你 那你有這個東西都值得一用的 那有成技就加速 那加速其實對於打33層來說都幾方便啦 那純粹是可能你要注意 可能你 撞到一個加速 然後就不小心碰到硬巴巴 那就放Laser 那這個要注意 那但是整體上這隻真的很好用的 打33層 真的 呃 你有了這隻可以很無腦打33層 33層的 對啦 那 而且這隻的繁用性都高的啦 對啦 火屬性的反傷貫通角色 一向都是少之又少的啦 對啦 12萬號令技又實用啦 那所以這隻絕對是大獎 那我會給8.5到9分的 不好意思 那所以就火惡魔的那個介紹就是這樣啦 綜合一句這個系列是值得抽的 而且是 挺好用的 對啦 只是 木惡魔是這個 時刻是好用的 去到後期就可能會被一些新的角色取代 但光惡魔 光惡魔 就 呃 都能夠是有好表現的 打很多版都 對啦 火惡魔到現在也是一個存在意義非常巨大的角色 那是木惡魔會比較慘 最後會被羅賓取代 那但是就 都值得一抽的 這個系列 呃 我不會抽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 是儲了一些石 是為了 超獸的嘛 對啦 抽這個 一定是加巴裂優先的啦 那 呃 就再不是 可能要抽一些 未來會有獸神法的角色啦 那甚至乎要抽 不知 抽樂傑這些 對啦 那我還未是會排到這個 在我手要 要抽的系列 之中 對啦 而且始終新系列 新推出的話 呃 抽中 這個系列的五星的機率也比較低的 對啦 那 好啦 今次的影片就先介紹到這裡 那魔界家族 其實我不喜歡這麼叫 叫回魔 魔什麼 這個惡魔系列就可以了 那火惡魔 木惡魔 光惡魔 先介紹到這裡 下次見啦 拜拜 最後一個 記得訂閱 還有 like這段影片啦 拜拜